提到和尚皇帝,大家立马会想到明太祖朱元璋,因为在他发迹之前,曾经做过和尚和乞丐,但朱元璋其实算不上真正的和尚皇帝,因为在他参加起义军的时候,已经脱离佛界还俗了,那么,和尚起义的皇帝是谁?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。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和尚皇帝,应该是随末唐出的高坛盛。 随朝末年,天下大乱,涌现出许多反随的起义军,如李密,窦建德,王世冲,李渊,杨玄感等等,高坛盛本来是河北怀荣县的一名僧人。 他看到别人一个个举起一旗,称王称帝的,自己也动了烦心,想要在乱世中改变自己的人生。 公元618年的某一天,河北怀荣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祭祀活动,包括县令在内的一些当地官员和老百姓都来参加或围观,人数非常多,盛况空前。 高坛盛觉得这是起事的大好机会,就带着五十多名体格强壮的僧人,突然闯入祭祀现场。 当时正在参加祭祀的县令和守将,在惊恶之中,就稀里糊涂地全部丢掉了性命。 随后,高坛盛带着这帮和尚迅速控制了整个县城。 裹挟着全城的百姓,公然和大随叫板,自己建国称帝,因为高坛盛是一名僧人,所以就定自己建立的国家国号为佛,自称为佛国的大臣皇帝。 称帝后,高坛盛娶了一名女子,册封为皇后,令人想不到的是,这名皇后竟然是一名尼姑,高坛盛从起义时的身份,到建立的国家国号,自己的帝号,以及娶的皇后,都与佛有联系。 所以,高坛盛可谓是真正的和尚皇帝,不过,这名和尚皇帝,毕竟既没有雄才大略,也没有雄厚的实力,建立的比较快,灭亡的也很迅速。 当时,在于阳郡有一支起义军,首领是自称燕王的高开道,高开道拥有数万人马,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几股起义军之一。 不知天高地厚的高坛盛,竟然很幼稚地想把高开道吸收到自己手中,以此增加佛国的实力。 于是高坛盛便派遣使者去招降高开道,他表示,只要高开道愿意来投,就册封他为其王。 高开道接道,这道荒唐的圣旨,简直要笑掉大牙,自己如此大的实力,怎么可能会去投靠一个弱小无名的高坛盛呢? 接道高坛盛的招安圣旨,反而让高开道蒙生,吃掉高坛盛的想法。 高开道假装接受了高坛盛的圣旨,率领大军归顺高坛盛。 看到高开道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前来归降,可把大臣皇帝给乐坏了。 然而就在高坛盛兴高采烈的时候,高开道的军队突然发动袭击。 佛国军队很轻松地就被击溃,高坛盛在乱军中被杀死,建立仅仅三个月的佛国,就这样覆灭了。 成长经历 高坛盛,自公义,生于公元551年,是北魏时期的一位著名军事将领。 他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,父亲高岳是北魏著名的将领,曾参与过多次战役。 在家庭的熏陶下,高坛盛从小就对军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一直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事家。 他自幼聪明好学,勤奋刻苦,他的父亲高岳对他寄予厚望,亲自教导他武艺和兵法。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,高坛盛逐渐成长为一名武艺高强,智勇双全的年轻将领。 成年后,高坛盛开始在北魏军队中展露头角, 他屡次带领部队取得胜利,赢得了皇帝和将士们的赞誉,他的名声逐渐传遍了整个北魏,成为了一位备受尊敬的军事将领。 隶属历史上,十位道士,和尚皇帝。 建埃帝司马匹 建埃帝司马匹是晋成帝司马衍的嫡长子。 在晋成帝死后,理应司马匹继位,不过因为外妻中书令与兵与量之帝格干预,导致当时只有两岁不到司马匹没有能够成功继位,由叔父晋康帝司马越当上了皇帝。 但是司马越也是个短命鬼,当了两年皇帝,23岁就死了。 随后就是司马越的儿子只有两岁的晋木帝司马聘继位, 但是司马聘虽然在位17年,但也是个短命鬼,只活到了19岁,由于晋木帝没有子嗣,最后皇位回到了司马匹手中。 司马匹刚继位时候,也想振兴进士,做了一系列轻摇伯父的改革。 不过司马匹因为重用皇温,也导致了日后皇氏一族在晋国的专权了。 同时,司马匹也是第一个因为在宫中与一群道友整日研究长生不老之术,继而做了道士,最终修道成仙吃丹药驾崩的皇帝。 梁武帝萧衍大通禅师 萧衍是梁国的开国皇帝,初期萧衍也是历经图治,把梁国发展成为了南朝的一代盛世之国。 但是萧衍到了中后期,尤其是其出家,做了和尚皇帝后,开始潜心修佛,便得昏庸腐朽起来,不仅劳民伤财的四处大修寺庙。 还中间不分,宠幸奸宁,使得朝纲混乱,天下流民四起,尤其是安城流进宫,焦州里奔之乱,揭开了南梁盛世的真面目。 再到后来,萧衍信任从东魏和西魏投奔来的侯景,最后反被侯景谋朝篡位,饿死在了台城,成为了后世笑柄。 萧衍后来与同太寺出家为僧,做了寺庙的主持大通禅师,当年也把国家年号改为了大通,后来萧衍几乎年年都会去同太寺亲自讲授经文给弟子们, 成为了第一个亲自到寺庙中宣扬佛法的和尚皇帝。 五州女皇武则天明空师太。 武则天最初进宫之时,乃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,后来与李世民太子李治有了私通之情, 不过因为李世民去世,武则天被迫去到了感业寺出家为尼,法号明空,后来,因为李治与武则天早有私情缘故, 武则天很快就被接回宫中,做了李治的妃子,直到李治原配王皇后被废。 武则天当上了李治的皇后,开始辅佐李治处理朝政,到后面,李治去世。 武则天以太后之礼临朝听政,成为了吕后一样的人物,不过武则天并不满足于此, 直到后来,亲自做上了五州王朝的皇帝,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王朝女皇帝。 唐宣宗李晨,穷俊大师 李晨是唐宣宗第十三个儿子,也是唐穆宗的弟弟,唐武宗的叔父。 本来李晨是没有机会当上皇帝的,而且,李晨生前也没少受到侄子唐武宗李延的猜忌,甚至都被迫流落他乡, 在安国寺出家做了和尚,法号穷俊,不过李晨可不像其他人一样,是个虔诚的出家人,李晨虽然当着和尚,但是心里却时刻关注着天下大事,滋生着当皇帝的野心。 不过,李晨最后也是等到了这个机会,当上大唐第十七位帝王,而唐武宗时期形成的晚唐中兴局面。 也在这位穷俊大师的折腾之下,最终毁于一旦,南唐列祖李变,敬会和尚。 李变在六岁时候,由于父亲病故,便母亲送到了博州寺庙,做了小沙迷,法号敬会,一直到长大,李变一直都是处于念经诵佛的生活之中,后来李变被徐温看中,做了奇样子。 再后来,李变跟着养父徐温一路打江山,直到最后,当上了南唐开国皇帝,当上皇帝后的李变因为出生寺庙,也没有旺本,在南唐境内也算大肆宣扬佛教,使得因为五代时局混乱不堪,差点衰落的中原佛学。 在南唐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。 辽道宗耶律弘基 耶律弘基虽然是辽带衰落的罪魁祸首,但也是辽带皇帝中,对佛学最为崇尚的一位皇帝。 耶律弘基为了宣扬佛学,不仅自己做了一个整日诵经礼佛的和尚皇帝,还四处迎建寺庙,甚至还把僧侣都邀请到自己朝中做官。 不少辽朝官员为了屈颜复视这位姓佛的皇帝,甚至都做了出家人,一时间,辽朝俨然成为了和尚之国。 士问,一个从马背上打天下的国家辽国,一下子变成了吃斋念佛的地方。 这国家哪里还长久地下去呢?所以,就是因为耶律弘基这个佛教徒,对于佛学的虔诚,使得辽国在金兵铁骑之下,最终走向了亡国之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